洞湘春包尖 路人卫央刚走过去 两个秦国间谍就飙起了演技 楚国分明优势 怎么就莫名其妙输了 楚国虽大 不如我鲁国根基深厚 败局已定 足下还不服吗 见这人嘚瑟 路人卫央好奇瞄了一眼 然后就不自觉的嘴角上扬 而他一笑啊 秦国间谍警尖就知道 这个迷一样的男人要上套 于是呢 赶忙喊住他 这位先生笑什么 你要是很屌 不妨来刺脚 来一盘大盘灭国 看你还笑不笑 这位秧呢也不怂 闲着也是无聊 奉陪一局也好 所谓大盘灭国呀 就是对于双方 各自以当时诸侯国里的 某一国自居 然后对抗自杀 下棋的时候呢 对于双方在一面 小桌子上走棋 每下一子儿 旁边就有人及时语音播报 为了方便所有人观看呀 前台的服务员听到播报后 会把小桌子上的棋局 同步到墙壁上的大棋盘上 一听有人要玩大盘灭国 世子们立马开始围观 而接下来 他们将会看到 这辈子最精彩的一盘棋 不过要论更丰富的心理体验 估计只有对异的双方 才能体会了 因为秦国间谍 抓到了最强魏国 而魏国世子呢 却抓到了最弱的秦国 都说国运决定棋运 警官主动要求 把若秦换给自己 但遭魏阳拒绝 若秦安置不会在我手上 变为强秦 魏阳说完呀 就粘起一枚棋子 放在了谁都料想不到的位置 秦国第一手天元 秦国第一手天元 虽然我不懂围棋 但从直播现场的 一片惊讶声中 能大致了解 棋子落在这个中间点位置 大约只有被别人围 而没有围别人的份 这种徒手送炸弹的玩法 让秦国间谍感受到了侮辱 许先生重来 不要儿戏秦国 中枢之地 辐射四起凶事跋荒 贪而起 间谍听罢 微微一笑 左下方一枚坚实的落死 引得现场一片叫好 而魏阳呢 却仍旧气定神闲 在远远的右上方落下一次 秦国 右上 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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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双方交战多个回合 但秦国间谍实在看不懂 魏阳下棋的路数 先生朝朝高位 步步悬空 全无根基实地 我敢说 你就是搁这儿唬人 这魏阳笑了 哎呀 你别许吊那么多事啊 但有高位 岂无实地 看好你魏国便是 操盘魏国的秦国间谍不再多言 立即向秦国发起攻势 但魏阳呢 还是那副老样子 他的路数总结起来就是 你玩你的 我玩我的 你在下面玩 我在上面耍 你在左边摆 我在右边弄 你要是跟我缠 我不跟你搞 我一心一意搞建设 全心全力谋发展 眼看秦国处处必战 围观的人群中传来一声高喊 魏国灭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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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声叫好后 被人看摔的秦国突然一手四六路 裁判高喊 秦国胜 这盘棋直到下完 好多人都没搞明白 秦国摆明是要输的 怎么就把魏国给灭了呢 而这个问题的答案 也只有秦国的操盘手魏央能解答了 其道以为地为归宿 但必以取势为根本 是高则为广 是卑则为小 方才知其 若秦国处处与魏国纠缠争地 则秦国早已不能支撑 若以高远之势为地 在乘机削弱魏国 则秦国自舍 魏央一排棋 让他声明确起 他不仅征服了对手 而且俘获了 洞湘春女老板白雪的芳心 而客房里的秦国间谍警监 对棋局复盘了八次 但每一次复盘 他都摇头 终于他不得不承认 一个残酷的现实 此人不是棋厉害 是人厉害啊 听到这个评价 秦国公主盈玉眼神不对了 魏央在这盘棋里下的每一步 说的每一句话 都深深烙在了 这个情窦初开的少女心上 警监言处不妙 赶紧把小女子从梦想 拉回现实 记住 这是国事 要稳住心神 一盘棋让魏央收获颇多 却也把他自己 推入了危险的境地 一心想当丞相的旁娟 把他视为心腹大患 于是呢 就派资深猎头顾问 神道大师 前去探查魏央的才学 六国分勤崩溃 足下一位 而接下来魏央的回答 让隔壁包尖的秦国间谍 惊出了一身冷汗 这个魏国世子有点狠 冷不定一个主意 就能把秦国灭了 魏国该当一年若秦 何意 魏国灭秦 六国分歧 均不合时宜 而若秦之策 只需压迫秦人 撤出关中退入隆西 使秦国尚有退路 而又不至于死战 又能让魏国腾出手脚 逐路中原 这番言论啊 可谓是洞察天下 秘密考察魏央的 慎道大师直呼妙妙妙 而秘密探听他的 秦国间谍景坚 却是心惊肉跳 这小子太狠了 操 得亏这个魏央 没受到魏王重用 否则秦国还有活路吗 紧盯这小子 万一他像魏王 但景坚的担心 实属多余了 因为魏国庙堂 已经把魏央的 晋升之门 牢牢害死 眼下魏国丞相之位 尚在争夺 庞娟以支持自己 灭国方略为条件 拥戴公子昂 但这哥俩都对 这个小小中树子 不太放心 公子昂不放心 是因为他想当丞相 而魏央在安逸 已经打出了名气 老丞相公书所临死前 更是向大魏王 力荐魏央 万一大魏王 真注意到了魏央 那公子昂的 丞相就泡汤 这庞娟不放心 有两个原因 第一是他心眼小 怕魏央抢自己饭碗 第二呢 魏央跟已故丞相 公书所一样 认为他庞娟 一统天下的野心 不合时宜 太过超前 但这个魏央 到底有没有真才实学呢 庞娟还是决定 亲自去考察考察 于是 公书丞相的陵远里 故意隐瞒身份的庞娟 与魏央开始了一段 杀鸡四伏的对话 魏央之所以一改往日风采 表现得唯唯诺诺 是因为他认出了来者 正是上将军庞娟 在他看来 庞娟会注意到 自己这样一个小小的中树子 绝逼不是什么好事 因为这老庞小心眼 是出了名的 被逼到齐国的孙并 就是前车之鉴 所以啊 他今天在庞娟面前 必须得演戏 而且要演得势快 装得迂腐 生动地表现出 什么叫花瓶 形象的诠释 什么叫徒有虚名 而演示自己最好的方法 就是把自己包装成 不合时宜的王道之势 但庞娟也不是盖的 中树子先自报学派 何意啊 魏央呢 一副扭扭捏捏的样子 哎呀 自报家门都是套路 我本俗人 不能免俗我 庞娟笑了 嘿 小子 装得还挺像啊 于是呢 就开始查魏央户口 魏央 哪国人是 祖上何官职 何处修学 师从何人 魏央啊 非常清楚 这老庞是在摸他魏央 在魏国的后台硬不硬 衡量他魏央 对自己能不能构成威胁 于是呢 就自报家门 说哥们是魏国人 祖上好几代都是平头百姓 家里没背景 家门口上的学 也不是好学区 学的王道治国 也不是热门专业 总而言之啊 对你上将军 够不成威胁 但庞娟并没有轻信 这个忠树子 在何夕出过军策 在洞乡村 说过若秦之论 仅此两条 就不是一个学 王道治国专业出身的人 所能想出来的 所以啊 真相只有一个 他在说谎 北洋 你一辈在老夫面前 坐位藏真 你是什么意思 好一个王道治学 老夫偏认你是 法家之士 丁家之士 魏央不去争辩 而庞娟在临走前 撂下了狠话 魏央 你若有走动 就由自取 未来名震天下的商鞅 竟然被庞娟囚禁了 好在啊 资深猎头顾问 慎道大师回到齐国前 向庞娟极力推荐魏央 庞娟这才想到 让魏央到自己军前谋划 但魏央已守仓 未满三年拒绝了 庞娟立即派出马队 直奔陵园 警监判断准确 行动果断 可还是晚了一步 而更邪门的是 庞娟的马队赶到时 竟然发现魏央不见了 于是呢 领头的一人 要找值班的千副长 兴师问罪 可当军士们用刀划了开 千副长的军杖后 被眼前的一幕吓退了 千副长和一个 不明身份的人 在酒桌上 竟然上演了文景之交 魏央行踪变得扑朔迷离 连一项机敏的 秦国间谍警监 都拿不准了 公主盈狱推测 魏央脱身 跟一个不明身份的 绝美女子有关 但警监不相信 一个女子会有这么大能耐 不过警监的确是 小看了这个女子 因为她就是魏国 前代丞相 白龟之女 洞湘春女老板 在魏国政商两界 都有身后资源 和势力的神奇女子 自从魏央在洞湘春 大放异彩后 这位白门女公子 便在这个中树子身上 倾注了自己 所有的梦想 她要把父亲 留给自己的一切 凹音到有 旷世才学的魏央身上 包括这次 她动用了 所有人脉资源 最终找到了 与灵元千副长 有文景之交的寿柴 而寿柴呢 为了救出 毫不相识的魏央 竟然豁出了性命 这让险些成为 第二个孙病的魏央 经过这次死里逃生 魏央对魏国 再没有半点留恋 这里曾是他梦想的起点 他跟随公输丞相 习政六年 军前谋划了六年 他想在魏国 种下一颗种子 一颗让魏国 十年内 焕然一新的种子 可如今 魏王不用它 旁娟忌惮它 公子昂排挤它 魏国的土壤 魏国的空气 已经容不下 他这颗种子 魏央进入了 职业生涯的最低谷 但在乱世纷争 百家争民的战国 下学宫里 魏央再次绽放出 锐利的锋芒 而他的矛头 直指我们历史教科书里的 一位重量级大咖 这个我们下期再聊 喜欢的朋友 还请来一波 关注点赞评论 您的支持 是孤岛 吃酒动力